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我们今天就出发回家了不 不用钥匙什么我都备好了 先看一下那个水烧开了吧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水都,水都烧开了 你们这路上面要喝的 哇塞 你烧的,你总要备用,万一要用 厉害哦,这边结婚了 哎,我都想不明白哦 后面车队的车子都不见完了,就剩个混车在这里 对啊,我刚才看到几十辆混车啊 啊,车队呢? 车队啊,车队呢,出去了 哦,他可能说送到酒店来,你们自己去找小人,他回去了 我估计这边都两个家是吧 喜事啊,我们今天准备回去了,这一趟来贵州 初六,初七,初八,初九 这一趟行程收获是满满的 该办的事也办好了 呃,该完的事也没完好啊 还会再来的 好了,走了,水烧开了,我们 现在,准备出发回广西 一路上看看又什么风景又跟大家分享 回到广西再跟大家说,走,加油 现在到一个服务区里面去了 好冷啊,这边的天气特别特别冷 哦,在这里稍坐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等一下咱们继续赶路 一哥,你在找什么? 在哪里? 水设计的 水设计的这个? 水设计的 快点,快去拿锤子锤他 你敢打我二哥,你踹 哟哟 坏坏啊,有粽子有肉,你不吃要吃面 他钓鱼的说 坐下来,坐下来,我怎么喂你哦 来,当庄罪 啊 哎哟 哎哟 嗯,香吗? 好吃吗? 来,坐下来 坐下来 坐下来 来,来,来,来 坐下来 吃进去哦 冷啊 哎哟,都在这里吃了 先休息一下再说 吃快点哦,吃快点出发哦 哎哟,现在到三江这个服务区了 前面发生了点小意外啊 看一下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哎哟 到车上面去看,可能更加刺激 哎哟 爸爸 这烟花大过年了给我放了个烟花 爸爸 哎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 一辆 他们说是一辆白色的车是吧 嗯 从后面开 搞一块 抄我的车 抄我的车 抄我车 刚抄我捡住下来 我就看见 有一头黑黑的回上来 帮医生 就看见玻璃就裂了 抄车还带石头啊 不知道 反正是在车头是从到车底背过来 他可能也是滚到车底 高速上面就怕这种东西 每次 武林的东西够硬 什么都不说就是够硬 再一个够硬 很大一块啊 很大的啊 看来还是要加行车记录仪的 必须 嗯 没有 上次过去的时候 我说想要装一个 想要加装一个 一直停在家里 没有时间呢 我说啊 我的网上面 我也看了好几个 说了很久 都一直都没有装 回去就可以刚好给他加装 我是想说装四路监控 装四路监控 加行车记录体一体 这样子去装呢 过年 一直忙 没有时间搞事真的没有时间 哎 总是忙忙忙 忙这个忙不了 忙那个忙不了 一回去全部搞好 嗯 回去全部给他搞好的 嗯 但是高速上面你怎么说呢 人家从车底下面 滚到那种石头飞上来的 你也没办法 原来又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 这个你没办法的 哎 安全第一 不要担心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是吧 赶路回家 只要我平安到家 什么都不重要 是吧 我们都平安顺利的到家 就行了 哎 继续赶路 走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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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家了 我们回到家了 下去吃饭 先下去吃饭 走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还没睡醒呢 啊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呢 你又跑躲在外面了 你为什么这么愚蠢呢 你为什么这么愚蠢呢 吃饭了 走 先吃饭了吧 这么多记者啊 你为什么这么愚蠢呢 你为什么那么愚蠢呢 你为什么那么愚蠢呢 来折断 来折断 你叫我这样 哎呀 你快在那边 快也在那边 腰酸白糖 诶 诶 什么 板车上的那个鸡 顿手了吗 没有打电话回来的 顿手了吗 算好时间八点整到底 一分都不差 好 这十个小时 你五百多公里 能开十个小时 我也是浮啊 你要想一下穿越峡谷 穿过冰川 这个才受座而已 这个今天才受座而已 上吐下泄的 哪个 晕车啊 不是 走 吃饭去 哦 哎哟 回回你给爸爸吗 给阿婆好不好 不给阿婆啊 不给阿婆啊 你看我来人做香哦 你 谁叫背背可以先啊 那你吃个东西 你要放那个根香 那根香里面 你不给阿婆啊 你不给阿婆 你背就喊阿婆 谢谢 谢谢叔叔 谢谢你又来啊 谢谢 谢谢 买 谢谢你又来啊 谢谢 谢谢 来快来吃饭先 回回 到家啦 吃饭啦 小回回你给谁 给阿婆 还是给爸爸 给爸爸呀 阿婆又要背你吗 那给妈妈好不好 给妈妈 给我就是陷害我 给我你就是陷害我 你要给你妈 来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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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像是谁的 老大的是吧 哦呦 你拿你的得了 还有一个那个 我岳父老的吗 不知道 蛇皮带啊 老大的 老大的 那个逃难包 阿婆说的那个逃难包 到家了 现在终于平安到家了 这一趟出去可谓是 经历了什么 人家评论区里面说的 九九八十一难 去今 好事 阿比喻的事情成了 然后那个 我们现在所有人的安全到家了 我们那出门 一行出去 安全出行 安全回到家 刚刚吃饱饭 快快乐乐的 这一趟 我现在还有点晕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反正这一趟 感谢所有遇见的好朋友们 谢谢一路上 所有支持陪伴鼓励老朋友们 我们也算安全到家了 现在就是 捡行李 收拾行李 然后 该忙的继续忙工作 我们的核酸 到两点钟刚刚过期 两点钟还有几个小时 明天起床 我们要去检测核酸 做好这个防疫工作 好 来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先 也祝愿我们 所有的好朋友们 能够顺顺利利 也感谢这一趟 贵州这些老乡们的照顾 非常热情的接待 谢谢你们 因为我们越来越好 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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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